好 回來 老實說 我想有些網友 如果你說有時候真的遲了 都難說 我想看電影的 有些人是很習慣的 我真的不行 我不行 我老婆也可以 譬如在家看電影 看小音樂 譬如我們看看 然後她去洗衣服 我不行的 我不停她 所以我做人很痛苦 尤其是開了一本書 說很厲害這本書寫得 誰叫她開了 就要全部看完 我現在有一套劇 我不說哪一套 我看了十四集 她十六集的韓劇 如果你想我看了四個月 我真的 我真的提不起勁看哪兩集 其實只差兩集而已 那為什麼做人這麼痛苦 但是你沒有辦法 那你開始了 難道半途而廢 有時候也有得著的 好像我認為 不是韓劇 是人類電視劇的天花版 我的大叔 頭那幾集很難捱 因為我用了幾個月 我看了頭幾集 但是跟著一進街景 叫你來沒有 我到現在 雖然有人不同意我 我都認為她是韓劇的天花版 而且是遠遠拋離第二位 沒有得比 可惜 男主角李善坤 其實我是看過幾百次了 在短短的兩年裡面 因為我每天都看的 每一刻都看的 開車開車開車看 在廁所看 有時候會看舊劇 就看進去 看新劇 還有李善坤 去年自殺 我就撕掉了 不忍再看 都很在 所以李善坤離世 對家人和華家朋友來說 當然很痛苦 但對我來說 每一件事都有 我當然是希望 如果 我當然是希望 他不仍然在世 我可以繼續看我的大叔 但是我現在真的不忍再看 所以IU 那些人都以為我是IU的粉絲 其實我沒有看過IU的任何東西 為甚麼呢 我不能夠接受IU做另一個角色 因為我認為是許製李善坤 即是李善坤 我認為許製是裡面的角色 所以他是李善坤 我怎會看他另一個角色 好了 這件意外 昨天我一聽 什麼雙排車 屌你老母 是那些的士來的 那些叫屁屁 屌你老妹 這件事很奇怪 即是阿其生阿其 其在 這個姓林的警長 四十八歲 稍後再討論 他比我還胖 四十八歲而已 是呀 他說他和妻女一起去泰國旅行 是呀 他一個人去拜神 去拜神 然後 戶口那些小孩 家人的時候出事 是呀 有些網友說 是否去吃快餐 不知道 即是 也都 因為死者偉大也好 你說你這樣迂腐 你現在是不是死 也好 那你真的不知道 沒有證據 你也沒有證據 你沒有證據 他去吃快餐還是怎樣 所以無謂說 好了 看他剛才的動作姿勢 他應該是 他應該是 不是拋出來的 他不是一輛車拋出來的 應該不是 他是 下車 他想下車帶車走 下車到一半 是呀 架車開 是呀 好 而他呢 竟然是捉住一輛 但是時間太快了 一時之間有反應 真是你沒得怪的 好了 架車開 還是他有心放手 還是他沒有不夠力 我不知道 但是他有心放手的話 因為他現在是死了 是啊 我還沒看到他 究竟是怎樣死了 是啊 那只能夠懷疑 是否他先頭下地 但是他下 頭下地 他躺下了 那隻手還會動的 那他不是馬上死的嗎 是啊 然後那個急救員來到 就說他死了 不是 你的手還會動 他不是馬上死 有時候 或者是肌肉 反射 反神經 反射 或者等一會 OK 我是想說 如果你這樣下 很快也好 因為如果你自己放手 我想你是會這樣的 找個背 嗯 其實類似這種危險 我試過幾次人生 有一次是幾年前 十年八年前 我也覺得我沒事 我也覺得很神奇 我是 2012年 踩一輛單車 在斜路沖 那條斜路死過人 死過幾個 單車 OK 我看不到 簡直是 看不到前面 不是很高 因為很黑 有一條 鏈的東西 我 那輛車 現在停了 那輛車 我簡直是這樣拋出去 我一半空 零空 明明是很快 我已經馬上想 大糞 又未至於看到過去的東西 那我就立刻 沒見到那條碎 那我就立刻 直接這樣 找這裏落 都受傷 但是 我都起碼 撐起來 拿起一輛單車 然後才 慢慢推翻單車 回家 沒得去 那 Anyway 就是 那個司機 說 看清楚 那些人 下車 沒有人 才開車 老實說 看閉路電視 或者怎樣 看看有沒有在場 現在的 隔離店鋪的其中一個 是閉路電視 是 說真的 除非你說的 有鬼 一定是 還下了很多 譬如有七個人 沒有人 是 下了六個 警察是第七個 是 他剛剛有些盲眼位 想下車 不是 剛剛有些盲眼位 看過去 他覺得是下了 因為我也試過 譬如 我那時候 我媽媽還沒走 我老婆在那邊下了 OK 我老婆在那邊下了 嗯 尤其是都會 塞一塞塞 沒有為意 就開車 好了 原來我老婆是下了 但是還沒關門 那這門 就似乎 扶住這門的時候 你突然開車 他扶不到這門 他就掉了 那就掉了 肯定是 除非你有鬼一晚 這個 司機 覺得 已經下了 開車給油 這樣也會死得 那警局就說 很痛苦 很傷心 說得很難過 有些網友就說 什麼天 什麼 上天 什麼 你喜歡怎麼說 我就不會這麼說 落井下城 兼隔 因為你不知道 他是什麼人 對吧 你說那個是無辜的 雖然 你說是否逐個審判 如果這樣算又少 你又不知道他是什麼事 又不知道他是不是真的做過 那件 又不知道他是不是真的有份 是啊 總之 人都是很難說 真的 你倆怎麼會 但是其實 你問我 和老婆和我女兒 一起 對吧 你說是否和我老婆和我女兒 一起去拜神 就不會有事 我也不知道 整定 整定 就是命數的東西 就是 嚴狂要你三間死 誰敢留人到五間 喂 你有沒有有沒有試過 見過一些 就是這麼多年 見過一些你都批去應該倒訂 但是又沒有說過 有啊 很多 或者那些 咦 今天是有個 有個 有個劫的了 但都想不到 直接死了 是啊 有些看劫就很輕騎的 怎知道他發到 發到死鬼埋 這樣 OK 好啦 尿媽記結議 好啦 今天到食安出來了 主要食安就是回應 第四代傳人 尿房業在電台提到 他説第三冠化驗的賦予 是按食安中心的專家 衛生指引臨時製作 效果更差 食安中心今天回覆傳媒的時候 就說 食安的中心建議 只會降低而不會增加產品 就變成含菌量 很快的 因為現在個個都聲討這個 尿媽記 於是食安中心 就變成好人了 但是你問我呢 我也覺得食安中心 不會點你 就不會特意睹你 不會點你 他不會教你去無端做 130倍 130萬那個 不知道什麼 好 食安中心回應說 就7月4日 在現場視察時發現的食安風險 他又和尿媽記 是作出一些建議的愈害改善的 但是他強調 相關建議只是會降低 而不會增加產品裏面的含菌量 至於產品為什麼會超標呢 他說要調查過才能夠給予意見 但是呢 現在尿媽記已經倒閉了 不過如果店舖仍然願意配合 他們可以繼續調查的 就是食安中心 調查的超標原因 是的 另一個更大爭議 就是尿媽記自稱是香港出產的富裕 又表示 食安中心的文件也是香港出產 但是食安中心就這一點言論 再進行反駁 他說 有關資料不是食安中心的資料 而是涉事食品包裝上面的標籤資料 他們用來引用而已 就不是他們的資料 食安中心說 會依據涉事食品包裝上面的標籤資料 包括食品的品牌名稱 來源地 批斥食用日期等 遮蔽在新聞稿裡面 他說 這一次涉事事件上面 包裝上面的標籤資訊 就不是我們的資料 至於食安中心 以顧客的身份去買富裕大通水 食安就說 就對企業公平 人員在購買第三個樣本的時候 是講明這個是用來化驗的 也都會在尿媽記人員面前作風 雙方簽名作實 就不要說我屈你了 這個食安中心 就講出來 我覺得都是一貫的做法 我對食安中心 就並無懷疑的 現在的爭招 就是爭招 尿媽記了 那些網友就很生氣 說他騙救人 因為交豆腐給他那個 我昨晚聯絡了我的朋友 我結婚的兄弟 直至於說是朋友 我就覺得 既然你這樣 我們再細講一點 其實我真心覺得 只要他 合乎香港法例 有一些工序 我不知道 今天我看到一些標籤 一些人引出來 他寫清楚是 product of trial 如果他寫清楚是 product of trial 你就真的不能爭 是的 但是如果他說 made in Hong Kong product in Hong Kong 你可以要罵他 說他 是的 但是 當然了 這個 make in Hong Kong 你一定要 無論是多偷偷也好 是有一個程序 在法律上的程序 令到你 仍然可以用 make in Hong Kong 而不讓海關說你是誤導 雙品條例 是的 雙品條例 他們仍然覺得這是 make in Hong Kong 所以他們沒有特別去強調 我不是說這個是對 但是這個 我覺得 在人性上 你是很難 真的很容易會這樣做 你比我也會這樣做 是的 法律上 原來我只要有這個工作 我還可以寫 make in Hong Kong 那我不可以用 在這個 在這個情況下 其實我個人 可能是做生意的人 我不是太怪的 但是另外一方面 今天 馮希乾 他寫文章 他真的做足功夫 他就說 這個問題 其實真的無所謂 就是 你買大陸東西 是嗎 問題就是 他在過去多年 包括一年前 藝行者 有一集八年未到 廖馬記 婦遇訪問過 阿J 廖房業 他在鏡頭前揚言 婦遇的主要是用黃豆 黃豆來自加拿大 我們除了製造黃婦遇之外 也會製造醬廟 你在這段影片這樣說 因為你是八年老品牌 接著又說 我們在新界有廠房 然後 黃豆來自加拿大 其實是有些 不要誤到 你可能說 我樣樣都是事實 我先當是樣樣都是事實 你有廠房 原來不是在香港生產 或者不是主要在香港製造 原來是加工的 你覺得不是騙人 但他還有一個訪問 一個月前開TV 老牌小點的必要 又是訪問他 他說我們爺爺的精神 就是親自監製 調味精良 堅持人手製造 從預備 炒醬 入瓶 出貨 全部都是我們家人經手 爺爺怎樣做 我們跟他怎樣做 大家有買幾個豆腐 真的覺得好吃一點 可能我朋友在大陸的廠 都是這樣做 但是他這樣說 你是不是很容易會 覺得 堅持用人手製豆腐 你是慢慢的 你們真的會入貨 喂 他是香港自己做 由炒醬入瓶 出貨 他說是自己做 你這樣 老實說 由預備炒醬入瓶 出貨全部都是家人經手 那可能那個廠 李嘉人在大陸的廠 除非是香港 好了 另外 十幾年前 陳淑莊 又訪問尿媽記 寫了一篇文章 但根據老闆的說法 陳淑莊寫了一篇 一瓶豆腐 一瓶富裕一個世紀 他說 不要小看尿媽記 那瓶小小的富裕 一小塊已經是時間的見證 當中有多少執著呢 執著的地方是 你堅持用古法生產富裕 例如用傳統石磨來磨黃豆 而不是用攪拌機 用生鐵鍋來煮豆漿 而不用味精和防腐劑 他們堅持將豆腐放在室溫底下自然發酵 而不用人造毛菌微發酵 放入大瓶浸鹽浸粗 長達半年再分入細瓶 這樣才成為一瓶瓶賣給食客的產品 廖太還跟我說 原來 廖媽記是在新界有自設廠房天的 好了 如果是因為種種商業的原因 有時打 大家 你明白我的意思嗎 你打那些茅波 你不問我不說 我真的覺得 即是沒有人知道 沒有什麼問題的 但是原來你在過去 今天被人找到出來 十幾年前 一個月 三個月前 一個月前 不斷在不同的媒體文章 去強調這件事 是怎樣 跟爺爺怎樣做 你們怎樣做 這件事 真的不能原諒 這件事 這件事 就真的涉及一些誠 和信 這件事 你明白為什麼 這件事一爆 因為其實 他那個 倒閉的決定 是很大不了的 對 你就明白 為什麼要倒閉呢 現在你就明白 我終於明白 我終於明白 現在你就明白 沒有了相遇 越揭越沒有了相遇 而其實 最好笑的就是 你阿J 不出來講那麼多 因為我不知道 是不是想繼續做這些 當生意 其實就揭不出那麼多 大家 我不知道 如果聽我的節目 其實那時候還沒發生 這件事 可能是十三年前 我說過 我覺得很平常 有很多事 有多少是自己做的 OEM 喂 當然了 對吧 即是說 但是你阿豐想豪 你們未必可以 譬如我們見到 外面 你煮麵煮得很厲害 Fanchise出去 有什麼省眉牛丸 不知道什麼 什麼 什麼尖仔機 都是這樣 對吧 但是你繼續 他強調什麼 估法 是有 有心還是無意 就你自己知道 這一個 亦都涉及了 所以 最後 冯熙乾去文章裡面 他有個結論就是 能夠剷低八年老店四個字 不是老款的招牌 亦都不是一定要有世紀的歷史 更加不是營銷公關技巧 而是默默堅守於深的信念 所謂老店者 非為有舊招牌之惠也 是有信譽之惠也 百年老店 我們看見百年老店梁淑貴 有信譽 這個是重點 而在這裏 因此而在這裏 就誘發了 有一篇 2019年 是台灣 金周刊董事長的文章 很長的 很長 那我就不說那麽多了 這個董事長 叫謝金河 不是謝金河 也不是謝金河 也不是謝金河 是謝金河 OK 他是金周刊董事長 在2019年 他跟幾十人一起去日本考察 他不寫這篇文章 這篇文章 這篇文章為何會出來了 我想不多不少 都是因為 就是 這宗廖媽記的事件 出來了 他說透過朋友介紹 2019年 他跟日本經濟大學特聘教授 後藤俊夫 見過面 為何他跟後藤俊夫見過面 因為他跟幾十個台灣商界朋友 在2019年 他就參觀了很多 在日本大中小的企業 很多間 什麽Toyota 什麽Sony 那些全部都參觀了很多 那跟後藤俊夫 有一場五後的對頭 這個後藤俊夫是東京大學 經濟系畢業 美國大學MBA的學位 OK 亦都是日本百年企業協會的理事長 亦都是當代研究百年企業 全世界 最出名的學者 他提出一些數字 給謝金河聽 是一個長話短說 首先他送了兩本書 給謝金河 一本叫功像精神 日本家族企業長壽基因 另一本就是繼承者 日本長壽企業的基因 很明顯 就這樣看這兩本著作 就我們見到有家族和長壽 兩樣東西 OK 他說這兩個好像很不相關的詞彙 正正是日本百年企業底蘊的所在 如果我們跟回 因為我要長話短說 剛才說 剛才是馮熙乾的結論 所謂老店者 非為有舊招牌之位也 是有信譽之位也 那我們就要看這一個 謝金河訪問日本得到的資訊 原來根據這些數字 你真是不信 日本長壽企業之多 真是令人驚嘆 在日本 企業就是公司 有二百六十萬間企業 當中超過一千年 是說一千年 有二十一間 還有二十一間 超過五百年的 有一百四十七間 超過三百年的 有一千九百三十八間 而超過二百年的 有三千九百三十七間 超過一百年的 竟然有二萬五千三百二十一間 八年老店 二萬五千三百二十一間 這個是日本 好了 而全世界來說 頭十名最長歷史的企業 日本有九間 當然有一間 是德國企業 而這間德國企業 是排第十的 好了 根據後騰晉夫的資料 每個國家都會有些過百年的長售企業 日本的百年企業有幾多間 剛才我講過了 二萬五千三百二十一間 第二名的美國 有一萬一 一萬名一百七十三間 但其實都幾厲害 因為美國二百幾年歷史 好了 第三個就是 德國有工業底韻 英國 瑞士、意大利、法國 奧地利、荷蘭 都是歐洲國家 因為他們先經濟發展 荷蘭 或者英國 或者歐洲 我們就算未去過 我們都知道很多老牌 工匠 那些家族企業 意大利 很多 所以他們全部都是在那裡 好了 中國有幾多間呢 含家產 中國超過一百年歷史 有五間 五間? 五間 好的 你真是不相信 其中最長壽呢 就是成立於 一五三八年 這間內的 的六必居 排名第二呢 張小泉 做教授 後面呢 還有陳理際 廣州同仁堂若劫 和黃老吉 黃老吉 而中國企業平均壽命呢 只有七至八年 小企業呢 只有二點九年 這麼少 每年超過一百間企業倒閉 那 即是你說是競爭激烈就好了 什麼都好 那 就叫企業生存好了 好了 根據東京商工調查 在近期 2023年發行的報告呢 日本帝國資料庫裏面呢 曾經對四千間企業調查過他們的長壽秘訣 結果他們發現呢 剩下的 他們認為最重要的是信 信容 第二呢 就是誠實 那是四千間長壽企業 就是這樣說 合起來就是誠信 另外第三個呢 第三樣東西 都是這樣的 這個我都是 我是我 我是一向都認為 就是不上市 不上市 即使 因為上市 你有 股東 你要交代股東 對嗎 你要追求利潤 對 是 所以他們認為 你要擴充業務 還有 甚至乎 你會 我不知道 日本製可能好些 你會很容易不武政業 集中資 即是有多錢用的 你就亂想 亂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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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最正常來說 最初就是一間 喜廟宇的公司 喜廟 他喜廟宇是用傳統技術 所有關節 入筍 不下釘 OK 那麼 他已經是有 千 我先 skip 我記得是千多年歷史 好了 那麼 這個金剛祖 他在1801年 1801年 不是很久 200多年前 第32代的首領 你想想 1801年的時候 已經是32代 再數回32代 金剛祖 在遺書裡面定下了祖訓 就是第一 要敬臣佛祖 第二 要專注本業 第三 代人坦誠 第四 表裏如一 真的不要做兩面人 好像你偉大的總書記說 不要做兩面人 好了 但是 金剛祖 還有 他除了要秉承 這個工藏精神 他們的企業價值之外 他是不採行長子繼承的 不是說大兒子就是什麼的 而是選擇有責任心 有智慧的兒子去接班 如果沒有兒子 就去招女性 改姓 總而言之 如果找不到人 每一代的人 找不到人成全 甚至招不到妻子 比外人都好 一定要有這個質地 如果不是 祖傳就是寧願不做 嗯 好了 好了 在一千四百幾年 原來一千四百幾年 大家知道 一千四百幾年 這個金剛祖 的稅入面 他不是一直順風 試過在一百六百年的明治時期 曾經 製作廢伏為止 最重要是 而是世界大戰 他也受不了 到了一九五五年 他才復業 甚至乎他搭足過去一般建築業 不要只是建廟 建樓 建樓 於是反而是糟糕 2006年 他就頂不住了 金剛祖 就說 我們不再建建樓了 專注本業 就是建廟 好了 他建廟 很多舊工象 回來 感動了大阪高松企業 高松呢 就買了金剛祖 但是所有架構不變 就是金剛祖 你自己管 完整保留金剛祖 企業的組織和人事 因為高松企業 希望金剛祖 能成為日本社會文化一部份 你只是這件事 也是難的 買回來 即是 我救了你們一命 白無事 但是你們繼續保持你們 我不會有任何東西 甚至乎 連投票權都沒有 如果金剛祖 再出事 他會扔錢來 我不知道 這件事 當然會不會再出事 但是 你就去明白 如果我們剛才說的 conclusion 就是 包括這一個 調查 東京商工調查 訪問四千間 他們在說成 和信 剛才蓬希健說 原來八年老店之位也 就是說信譽 那你就明白 為什麼日本人 會有兩萬幾間八年老店 是啊 幾乎 我們偉大的祖國 得不五間 那你說 為什麼他這麼少 缺乏成語信雅 就說完了 其實有時候大家要想 其實我二十幾年前 我們做年輕人的時候 我其實經常都不明白 為什麼 我當然知道 我不明白為什麼 那些人 你猜是不是那些人 真的這麼喜歡上市 去集資 搞大盤生意 還是有些人 是暗糕到 喂 不找你了 每年給多一支 幾百萬去做 抗議也好 做什麼都好 我作是要做上市公司主席 有些人真的有個 這樣的印的 是啊 那個名字很帥 有什麼好帥啊 那個名字很帥 上市公司主席 暗糕 就暗糕 那張卡變多漂亮 就暗糕 這些很多上市公司主席 可能是煤的 好了 休息一會 休息一會 呀 請坐